先說回今天的即市走勢 昨晚美股下跌 恆山指數回到高開1點 9點半期指著27,829 比昨天四眼中低63點 現貨一開內地股市下跌 來人內險回落 科技股除了騰訊外普遍捱 其餘個股有幫匯控廣交數單邊向下跌 期指開始後跌了接近1個小時 10點36分到27,662 外圍好轉來人內險止跌 科技股見底反彈 其餘個股變動不大 12點半期收到27,749 整晚晚回來外圍早段下跌 個股大部分震了幾分鐘 期指向下1.08分到27,689 下午低位 外圍大升科技股全線反彈 當中小米反彈最多 期指亦有跟隨 下午1.46分到27,837 下午高位 外圍急升後又再回落 香港這邊波幅非常窄 過股大部分橫行等收市 4點中期收到27,740 說明天的個人即時策略 先說大市 昨日美股下跌 香港回到來接近評價後插了1小時多 去到接近昨日起步或反彈 個股騰訊若名小米中移動表現出色 但下跌股分數量更多 抵消了相關股票的升幅 期指早段走完後 大部分時間只有百多點波幅 但整體收市仍然站在昨日上升列口之上 未有非常明顯的轉弱跡象 加上今天騰訊非常硬 所以整體今天的跌幅不算多 但個人來說 只要收市站不到在27,900之上 個人都以沽反彈為主 暫時當作二萬敗風頂去做 明天繼續看著騰訊做大市指標 明天開倉為止 即時見好倉 27,450加50點 即時見好倉 即時為止你開倉的100點 今天見藍倉為止 27,850加50點 即時藍倉 即時為止你開倉的150點 小Vindy提里除了見智飲水 見智早餐 還有見智站好 還有留言 還有分享 記得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